冰選站來看台南市長賴清德 到高雄陪同黨內立舞候選人 管碧琳掃接敗票 還去廟裡面參拜呢 賴清德大戰管碧琳 問政能力優秀 真的很棒 穿著透明清編衣 頭戴鴨水帽 雙手比出勝利首飾 台南市長賴清德 頂著韓風細雨陪同立委候選人 管碧琳掃接敗票 車隊等紅燈 立刻被熱情民眾團團包圍 高雄阿嬤們超熱情 吉普車插鈴走不出去 結束掃接敗票 車隊緊接著來到 高雄市信仰中心三鳳宮 立刻要 拿香參拜 賴清德管碧琳神情虔誠 在緊湊的進雪行程中 心靈得到短暫瓶頸 緊接著車隊來到最後終點 造勢晚會 蔡英文 抗算 蔡英文 抗算 現場數千位支持者 陳羽閃的陳羽閃 傳雨衣的傳雨衣高寒動算 來清德也大力推薦 管碧琳的問政能力 像年終慰問金 就是管碧琳管委員所發洩 那麼提出來給社會 讓社會知道 同時也提出解決的方法 光這個年終慰問金的解決 台南市政府一年可以省五億元 來清德大戰 管碧琳揪出年終慰問金不合法 國庫選下大筆預算 選戰倒數階段大型晚會 拼面子還有問政成績 顧底子 松管旗下就判16號拼出高得票 三立新聞出場高雄採訪報導